改嫁 许杰 她本来是不大修饰的 这是从前她丈夫在世的时候 也是乱发蓬蓬 衣襟不整 拖延有了孩子吃乳 便没有功夫装肃的 何况现在又是西霜呢 她把她膝上躺着的女儿掉了一个方向 要她吸进了一只乳房的乳汁 再来吸着另一只的乳水 她的女儿是瘦削得不像人样了 面色是金黄色的 头上生着一头的赖窗 赖窗的浓浆结层了许多窗家 点缀在她毛三三的黄毛中间 正像荒草萌剧中 龙盘虎尊的岩石 她的头部细小的静像一个唐梨 但她的眼睛却灵活的如一只老鼠 她是刚满了周岁 但她却很聪明 所以她母亲很爱她 金青嫂把辽矿的室内看了一眼 觉得有一个可怕的暗影 永远在她的眼帘中摇晃 她虽然在人前不肯说起寂寞 说起姑气 说起这可怕的暗影 但在独处的时候 心里总是茫然 她每在无可奈何的命运与悲哀之下 便只有想法请她自己的心肝女儿来慰藉她了 她把自己的乳头从她女儿的口中抽出 两手推动她的女儿 问 小小奶 爸爸在哪里呢 她的乖绝的小宝贝 便咕噜着她灵活的老鼠眼睛 向她母亲的面上投射一些安慰的眼光 一手无意地向外抑制 意思是说 她的父亲在天上 爸爸在天上吗 上 上 她的女儿不成声地回答 在从前 她父亲病着时候 他们问她 爸爸呢 她总是用手平纸的 于是 他们便问她在床床里吗 她也是回答一声不成声地 床 床 宝贝真聪明 爸爸在上上 她把胸前的衣襟随便一礼 便把女儿抱在怀里 自己立了起来 她今年还只有十九岁 但已做了三年的人亲 于第二次的人母 而现在又是孤双了 她是十六岁嫁给启青的 那时启青已有三十四岁了 启青的前妻是疼病死了的 身体虚弱而又时常出入床地的她 大概也有些传染吧 喜青在日是时常呼腰酸 喊背痛的 但她还很殷勤地给她做事 在去年小奶生产的时候 她已经瘦削得很难看 脸孔也几乎黄得可以榨黄水了 但她还是为她跑进跑出 翻汤倒水 蓬筒捧弹 她要她不要这样乐利 恐怕她生病了 将来又要倒床 但她却偏偏硬头静说 不要紧的 谁知 她便在那时病了 一直情情语语 总没有复原的气象 便是在病得很厉害的时候 她还是为她抱小奶 她每想起她的丈夫来 便如自己的心肝被他人挖去 她虽则已留给她这一块心肝宝贝肉 但这一块太小的小宝贝 总不能填满这一个绝大的空虚 她虽然在人前还是装强 说死了 丈夫不要紧 但她总觉丈夫死了 实在是一个绝大的伤痕 便是她在十四岁那年 自己的兄弟死时 也没有如此创烈心痛 在无论何时 她常感到一种 有话无处说的苦痛 就这是一点 她便觉得非常难耐 她在平时 无论看到什么 或者是想起什么时 若是她当时没有在旁 她便无意中 有一种心情 说要告她知道 大概 这一种思想之途径 已经走顺了的 在现在 她明知她是死了 但总是时时想起她 这一种心情的倾向 便是她想硬强 也是强压不住的 家里的情景 在她的眼中看来 简直是讨厌 姑娘总是婆婆亲生的骨肉 她们总可以粘贴笼白 而她却是外人了 在几日以前 婆婆曾对她商量过 说是商量 实在就是暗示 或是欠嫁来得确切 婆婆问她怎样处置 说她年纪还是这么轻 又没有一男半子 现在怀中 虽然有一个女儿 但女儿还是这么渺小 就是费尽心机 把她养得大了 将来还不是张性人物 还是嫁给别家的东西 她说 她手中捧着的小东西 若是个男孩子呢 那么张性的香火 还可以不绝 便是做娘的 在年轻时守了寡 把她养育成人 现在苦了几年之后 将来儿子大了 还可以过老 还可以想几年的儿子福 总算还有一点希望 只至现在 大嫂 你自己总很明白 你还年轻 这是我短命的 起情害了你的 我年纪这么老了 我能说什么话 实在 我也没有法子 你是个聪明人 你请自己想想看 你以后享福的日子真长 我们再不能耽误你 你想不是 你自己心里怎样 那时 她只含着眼泪 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她心里这样想着 起情死了 只有这么几日 他们就不认 我是张性人了吗 论你们这种良心 我无论如何 也不给你守寡 你有没有几百万的家当 我难道 在这里饿死吗 我当然是要走的 只是死鬼起情啊 我倒有些忘记不了你 她平素总想装硬心肠 但终于流出眼泪来 本来 婆婆又接下去说 起情还是热烫烫的 她的口气 还是刚才跌下去 我不能说这话 可怜我这样老的年纪 我不知前世 做下多少罪孽 要我这么老的人 来送儿子的钟 现在 还要看着全家分散 大概 我的日子 也不长久了 你要我送你的钟吗 他心里想 满面流着眼泪 只是说不出口 这也不难 只是 你还有你自己亲生的女儿 你恐怕不喜欢我吧 我再服侍你几年 等你归山后再嫁人 也不算迟 只是 我有些怕这姑娘呢 她现在是好服命 有丈夫 有儿女 她的心肠 毕竟还是软弱得很 天地老爷 一定是弄错了的 把我调了去 不是很好了吗 婆婆含着眼泪说 说后事 一生常态 唉 我也想这样呢 她想 天地神明 一定是无眼的 于是 她也用不同的情调 沉人常态中 唉 他们沉默在眼泪与悲叹中 很久很久之后 婆婆才立起来说 大嫂 你再仔细思量思量看 万事 总得随大嫂的心愿 婆婆说得好 我是小辈 总得由婆婆做主 她也立愈起来 那天晚上 她又在空床上 哭了一夜 她左思右想 除了一走 别无善策 她预先怨自己的命苦 以后 又从自己怨到丈夫 怨到家里的父母 最后 又怨来怨去 终于怨到自己 她想起 她认识的几个妇女的历史案 譬如荷花糖的王表姑 到了头发花白了 嫁人 还不得双双到老 崔家桥的小川奶娘 连嫁了五个丈夫 还是独守空房 自己挣钱养活 她觉得 这许多人的恶命运 都汇集在她的身上 来日茫茫 不知将要如何结局 她越想 越觉得前途的可怕 她又想起 婆婆对她的态度 似乎有点恶意 而且 她昨日对她的情形 又有些转变了 从前的口气 从前 起轻死了的时候 她是说的 何等的致诚 何等的诚恳 说从此以后 她俩将相依为命的了 但是现在 就转了期 难道 她真的 怕耽误了 她的青春吧 或者 别有缘故呢 第二天的下午 她果然在 离舍女人的口中 听到了一些风声 在村上的空气 她似乎听到一些谣传 那是关于她的 转嫁的事情的 这一种谣传 究竟是谁波澡 她可不得而知 但对于 昨天她婆婆 对她说的一番说话 却不能说没有关系 那谣言的意思 似乎说 她自己很不安稳 很想改嫁 最初她的婆婆 还不肯放她走 以后经过 她姑娘的劝告 才决定 谣言 虽然如此 但据邻居女人 报告她的话 说实在的主使 乃是她的姑娘 她姑娘说 她从前待她不好 现在她的亲兄弟死了 她便不是她的嫂嫂 她便没有权利 再主持她兄弟的家政 来骄傲她 说她现在便是外人 她细细推语 她与她姑娘 实在无多少恶感 姑娘回家的时候 她还是对她客客气气的 只是当她是客 难道以客里待她 便得罪了她吗 大概是为了婆婆 藏着的一粒珍珠吧 她想起来 这一粒珍珠很大 非常之有宝光 有精彩 非常之可爱 姑娘是很看响 这一粒珍珠的 但她却在暗中 教唆她的丈夫 叫她叫母亲 不要把这粒传家宝贝 送给姊妹 大概她姑娘 便为了这粒珍珠恨她 所以现在便想报复她吧 但她回来后 也不露声色 在家里 也是照常的操作 她因为她的女儿 长了一头的赖窗 似乎便没有空闲的功夫 可以腾出来料理家事 她女儿又不喜欢 他人接手 在家庭的空气中 似乎时常充满了一种赠严的 相排斥的情调 她女儿头上的赖窗 许多人都说是胎里毒 她想起胎里毒的病原来 觉得实在也有些因果 心头便燃烧起羞愧 与热忱之火 她现在是美美注视着 她女儿的头上遐想 她觉得这满头黄浓 满头窗家的女儿 在他人看来 虽则十分讨厌 而在她自己看来 且似乎反刻着许多痕迹 让她深深地咀嚼着 过聚集的生活中之甜美滋味 她那天在自己的房中 给女儿吃了两支乳水以后 便想抱她出去 到邻舍人家去闲谈一回 散散心闷 当她走出她的房门时 她便瞧见了 她婆婆和一个男人 在轻轻地说话 情形似乎是在伤着着 一件紧要而且秘密的事情 她这几日是有了戒心了的 便一大半确定了 不是没人 定是相亲来的男子 她刚想避开时 心里又起了一个转念 我却仔细地看一看那男子 究竟是什么人吗 他便偷偷地也入门后 我和你一句话说完 这是她婆婆的声音 一命分 我的起情心死了 我哪里要她就转嫁了 只是我们家里又不是有钱人家 她迟早是要走的 不瞒你说 起情的医药和丧事的费用 亏空下来的正锁得很凶 我不是怕她 下面的声音转轻了 她立在门后 听不清楚 话是不错的 我不晓得 她自己心愿不心愿了 这是很熟的声音 但她并没有想到 是她的父亲 所以我要请老亲家来商量呢 便是她不愿 也只有请你劝劝她 啊 婆婆把我的父亲也叫来了 她引在门后想 切看他们怎样商量呢 我想要她先回转到我家里住几日 我将吩咐她母亲 细细地体贴她 他们母女总能够说得来些 我总要她自己心愿才好 最好请亲家母体贴体贴她看 要到乡下或是城里 要怎样的男子于人家才对 这些哪里管得到呢 天下又不曾把城里城外 要讨老婆的人都排在那边 让我们去拣选的 横直是她的命 是天术 我现在已经四处拖人出去物色了 昨日有人来说 说东门外有个人 年纪也同我起轻不相上下 家里只有一位老母 从没有娶过妻子 人家倒是很好的 只是不能出钱 她怀中的女儿 因为站在那边太久 便乱咬起来 她恐怕他们发觉她在门后偷听 故意放大了声音 正正着脚步 说是刚从房里走出来的 她走出门口 她父亲便看见她了 她装出惊诧的情色 好像奇怪 她父亲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她都不知道 啊 爸爸 她又回头推动着 她满头赖窗的女儿 小奶 外公呢 她把女儿向外抱着了 向着她的父亲 好像教她的女儿这样问 外公紧实来的 外公 她父亲看见这满头苍窗的外孙女 心里似乎不能引起什么轻易的快感 但她的如老鼠一般的眼睛 却水滑滑地盯住她外公手中的烟酒盒 外公被她盯得奇怪起来了 便说 这小奶倒很凌厉 两只眼睛像老鼠惊呢 很聪明呢 她想在她父亲面前 显一显自己女儿的聪明 姑子平常一样地问 小奶 小宝贝 爸爸呢 她女儿机械地没有动 爸爸呢 爸爸在上上 告诉你外公哟 她婆婆也注意到小孙女的身上来 外公用自己手中的烟酒盒 送到外孙女的眼前摇花 带着笑脸问她 爸爸呢 你爸爸呢 对外公说说看 她见这生人的面目有些可怕 而且声音一步一步地逼进来 于是把流动的眼光拧住 把两嘴角的筋肉扯下 扯成一个半圆 连眼也扯得闭了 才哇地哭了起来 啊 陌生 陌生 外公陌生 她把女儿抱在肩上 用手轻轻地 在她背上拍着 身体 在不住地摇摆 小宝贝 小心肝啊 嘎 乖乖不要哭啊 嘎 慈母的心肠 便在慈母的声音中流露出来 看着女儿的哭声 渐渐低下去了 爸爸几时来的 他抽空问他的父亲 母亲弟弟都见吗 你母亲 要你到家里去住几天呢 是母亲喊我去的 他开着口 好久没有闭下来 等他父亲的回答 他父亲 有些饿住了 你母亲说 恐怕你在这里 心里难过 他婆婆 急急地给他解围 让你连小奶带去 去玩几日 解解闷 我不去 我在此心里并不难过 我有我的小奶帮我 她死了也没有什么 她虽然勉强地做出 硬心肠的女子的牲口来 但一说到她 欺死了的自己的丈夫 往日的恩爱 卧床的惨状 死后的凄凉 便一概 会上心头 心里总不免 有些畅往 从心底里 涌起的一些酸意 便在眼眶里转动 但她还不肯 露一丝软弱的声色 在婆婆 与父亲面前 因为现在的他们 对于她的中间 也没有一种亲切的感情 维系着 她觉得 自己是太孤独了 甚至于 自己的亲生的父亲 也是同她隔离着远远的 她实在是太孤独 太寂寞难堪了 想到这里 她早在眼眶转动的酸泪 便跳了出来 她晓得 自己的眼泪 忍不住要跳出来了 便顺势地 向她的女儿一亲 我有我的小宝贝呢 小宝贝 刚才收了泪痕的 她的小女儿 还到她的母亲 和她开玩笑 在她的胸头搁置 她便啊哈哈地笑起来 这真是她的心头 觉得异样的难耐的 她勉强地说 啊 笑了 笑了 哈哈 在这一种笑声中 她尽力地把自己的心头的挨火 埋葬了 你把小奶给我 你去烧点水去 婆婆对她说 外公还没有吃过一杯茶呢 小奶要奶奶抱抱 妈妈去烧茶再给外公吃 她把女儿送到婆婆的身边 婆婆伸手去报时 乖绝的女儿 又回头 抓住她母亲的衣裳 没有人喜欢抱你呢 你这小赖头 还要做鞘 小奶终于被她的祖母接去 她浮在祖母怀中 似乎想哭 但又没有哭出来 她便匆匆地走入罩下去 同时把这小东西也带走 人家会不喜欢的呢 外公轻轻地说 仍旧继续谈论着 她的改嫁的事情 谁喜欢要这样雷智的东西呢 讨老婆的人 只好贴几块钱 等她带大了 几年领还 现在又断不了乳 随便的人 恐怕就不要了呢 许多人 是不喜欢小孩的 真的没有法子的时候 只有让我劳苦 小奶留在家里给我 门外走来一位中年妇人 红光满面 含着不自然的 惯于在人前献殷勤的心笑 向他们点头 她叫妙乡子 虽然她的儿子也很大了 但从没有人称她做大母或婶婶呢 她认识的人很多 她认识的人很多 真是陆路通的 人家叫她做天下喜往 她的身边 时常有许多青年男女的八字 关于婚事上的身体 若是和她商量 没有不使人满意 她因为 跟门外那一家 有一些不合起情奶娘的意义 所以 现在又来说起一家人家 他们见她进来 笑着请她坐 她开口就说 你说那家不好 我现在又给你找的一家 很好的人家呢 她用一种 很能够会议他人的意志的眼光 在他们的身上周旋着 表明自己本领之高强 南乡柳江啊 很有名的富户 田有一百多亩 一只水牛 一个常年 无兄无地 只有一个六十岁的老人 领下有两个儿子 三个女儿 真是像一家人家 只是几个月以前 把她的那当家走了 家内无人经营 所以 急急要找一个贤惠的人操家 她又是二婚郎 又不要取你钱 只要人好 我想你的大嫂 是最好也没有了 树木说过没有 婆婆只是注意到这一方面 无意地摇着身体 拍着怀中的孙女问 早了 现在人还没有看过 哪里便可以说树木呢 不过 一定会出大价的 她说 只要人好 钱多几个不要紧 有五个小孩 倒讨厌了 她父亲想到这一层 便有些沉印起来了 要做五个孩子的后母 倒有些不容易的 你说那个最大的女儿 有几岁了 婆婆问 十七岁 下半年 就要做西妇呢 喜青嫂捧着一个木盆 盆上放着两碗米面 他们见她走来 都把花头缩住 庙香子的职业 喜青嫂是晓得的 她看见庙香子坐在他们中间密谈 心里便吃了一惊 虽然她早已明白 他们是在 亦她的改嫁的事情 但总觉得 庙香子的可怕 好像她自己的命运 完全要被她所支配似的 她盆里放的两碗面 本来是预算着 一碗给父亲 一碗给婆婆的 现在见庙香子在座 便有些迟疑了 她婆婆看见如此态度 心里早明白了七八分 便说 庙香子请吃一点变点心 她一面又用眼色暗示给她的媳妇 要她捧给庙香子 喜青嫂把木盆放在桌上 原来两碗米面是不惊喜的 她把满点的一碗 捧给她父亲 那留下来的 咸点的一碗 说是要给客人吃 似乎便有些难为情 我不要吃 妙香子推辞着 我刚吃了酒来呢 她指着自己红韵而有醉意的脸 看我的脸 我是不要吃了 她似乎有什么触动了她的心机 她的惯常的如藏在舌下的说话 便滔滔姑姑 鲜疼待业的来了 吴家清平兄真客气呢 今天在路上碰到她 便叫我到家里去坐 她夫人也好 当即就泡一碗糖霜茶出来 清平兄自己去拿酒 她说酒是自己做的 要我多吃些 我说我不会吃酒的 她笑着说 不会吃酒不能做梅 俗话说 作梅不成 吃酒千瓶 作梅便是摊口酒 别的还有什么呢 她一定要找我吃酒 她真是好人 她说她要我给她的儿子 留心着一个匆匆明明的媳妇 你吃哦 不好点 也吃一点哦 婆婆催着她 小奶本来在她祖母怀中 是觉得非常不舒服的 现在见到她母亲来 便倒挂过去 要她母亲抱 妙香子把一口面送到嘴边了 还讲着她的眉睛 在她的羽翼以外 似乎是按时她们 款待她欠客气 欠优理似的 小奶见着她们吃东西 如老鼠一般的眼睛 便叮嘱不肯转脸 婆婆 你自己到照下去拿吧 她觉得婆婆没得吃 是很难为情的 小奶看着她们吃面 她母亲从小奶的身上 想到妙香子的可恶 她讲 若是妙香子不来 这一碗面是婆婆吃的 而婆婆呢 却能够一口一口地 喂给小奶吃 小奶看见人家没有给她吃 似乎便要哭出来 妙香子说 满标志的女儿 为什么要生赖头疮呢 这是胎里毒吧 将来不要弄赖头了 我给她找个好子杖呗 起清早听到胎里毒这一个名词 时常引起一种异样的心情 好像自己的秘密被人家发觉了似的 是羞愧 是羞愧 是喜悦 是悲哀 于是造成一种不可言说的畅谋 你现在给她找一家人家来呢 我带她不大 我一把她给人家带去做小媳妇 你会舍得了 抛弃她 起清早 我自己的锅灶 是住我的角度上的 我的命运 还不是半天里的断线指告 不知倒东倒西呢 她本来想像妙香子 说几句半讽半字的话 所以很引用了许多成语 却不料自己心中的渣子太多了 感情那么脆薄 在不知不觉中带出许多悲哀的分子 使自己也觉得渲染 真的 我们母女终需要分散的 你把握好一点 只要能够爱小孩子的 能够当自己亲生一样的 看待的 找一家来 便好了 你唐使说老实话 我自然给你留心 她把一根米面 盘在块头上面 送到小奶的嘴边 你的娘 是要把你嫁人了呢 吃这口面吧 起青嫂的父亲 已经吃完了点心 她把嘴巴一抹 立了起来 抽出烟酒桶 打开了烟酒盒 在盒内 搓出一球的烟丝 压在烟桶的台鱼上 便往灶下去点火 起青嫂 他们都没有在这里 我对你说 妙箱子 做出一种贴心的情形 清醒的说 你自己的大把 要把定呢 你而不带 自己身清洁 带住 总觉得放心 眼看着自己的一块肉 让它朗里 总不忍笑 关于金钱 衣物等重要东西 也该自己捡点捡 我还有什么大把 死鬼去了以后 我的魂 我的福 一半也被他带到 阎罗王那边去了 往照下点烟火的老人 已经口里喷着青烟 走了出来 看来 好像他的造下 又和婆婆 说了什么秘密话 虽然从他口中 吐出来的乳白的烟 迷茫地 把他的面色拢住 但总演不了 这种情色 婆婆 也在后面跟出来了 一声不响地 看着他的亲家 向他的眼色 而他呢 也似乎在推壤 要他先提 婆婆似乎想说了 看看他媳妇 又停了下去 启青嫂 是会议了一大半了 她想 爽性装作不晓得的一样 看他们怎样 便把头低下去 我有一句话 对你说呢 大嫂 婆婆终于开口了 你的父亲 老亲家 也在这里 我想 在我家里 总不能久长 想要庙香子 给你找一家 相当的人家 前几日 我已经对你说起过了 这是你终身大事 下半生事的幸福攸关 你应该自己出个主意 你母亲也这样说 她说你的年纪又不老 不用若有钱人家的输入 说三年守灵满 或是终身守着 你自己心意如何 她父亲 他父亲 他父亲 你堂时有什么意见 可以对我们说 现在庙香子也在此地 他说 他能尽心的给你择一家好人家 我们横直瞒不了的 庙香子 刚才你说的南乡那家人家 重新说说看 我想 有钱头的儿女 是不但好的 虽然他家里有家私 他父亲的说话 他的语意中 是含有 从他老人的经历中 所得来的教训 说做后母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 劝他们不要看重他有钱 要他女儿去受罪 还有一层 我没有问你们 妙香子说 小奶要不要给他娘带着走的 他们还没有回答 喜青嫂便插着说 我不要带 她是姓张的人生的 交还张姓林 实在 喜青嫂是没有多大本领的 她的对话 也不十分有来路 时常要跳去航港之外 她说这句话的意思 是不出于本心的 她因为他们要把她嫁了 所以发这一种议论 不然 就是娘也做心妇 女儿也做媳妇 一种打趣的言辞 本来是想硬着心肠取乐 但总于禁不住 觉得一种畅茫 觉得渲染 他们见她这种情景 反是不敢多话 她想想 觉得自己格外悲哀起来 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了 心里的话也无处诉说 并且以后不知怎样结局 未来的新丈夫不知如何人 自己的不好的命运 荷花糖的王表姑 崔家桥的小春娘的命运 又浮现上心头 她哑然地哭了出来 啊 啊 我不嫁 我死 也要死在张家 啊 啊 小奶奶爸 她怀中的女儿 见母亲哭了 野蛙地哭起来 好像恐怕她的母亲太孤单 太寂寞 所以她来陪伴她似的 她抱着女儿 走到她丈夫的临座前面 一只手抓住牧主 蹦蹦地 蹦蹦地 只是在台上猛敲 死鬼起轻下 你害了我 言人笑 独特别拿着